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鬼使神开》 影片一开场 在郊外的一幢别墅里正发生着一场诡异的屠杀 说诡异是因为这场戏只见受害者不见凶手 炮灰神手当其冲 戏份很快就杀了清了 接着时的孩子炮灰妹和炮灰弟 一前一后前夫后继也都给人聘 几年后忧郁叔和冷淡神 带着闺女儿子搬到了郊外的一幢别墅 这两口之所以从热闹的芝加哥 搬到这鸟不拉屎的冲箱壁 主要是因为她闺女大雅妹 这大雅妹一进入清晨期准时开始叛逆 让她往南她朝北 让她装神她弄许悦鬼 你说西她说东纯粹是钢筋 尤其是六个月前 这姐妹酒后驾驶出了车祸 导致她弟弟小郑太受了惊吓 从此再也不说话 很快一间四口开车来到了新家 远远望去 按照导演的设计 这必须是凶宅鬼于不祥之地 忧郁叔说你们甭看外边有点破 但里边的装修还是不错的 大雅妹走进房间一看着 发现比外边好不了多少 当她在收拾东西的时候 无意中在柜子里发现了一个玩具 原来这幢房子之前的主人 正是开头被杀的炮灰神一样 转过天 忧郁叔正在修拖拉机的时候 银行的王大白突然不停自来 王大白说 现在有人愿意出高价买你这幢房子 你好好考虑考虑 有兴趣的话及时跟我联系 冷淡水在铺床的时候 这鬼突然就出现了 刚好被小正太也看见 不过这小正太表现了相当的冷静 一声没坑 接下来是一系列的鬼迹事件 墙上莫名其妙出现的水字 勺子上反射出的鬼影 还有小正太半夜不睡觉 一个人跟着吓唬闹 转场之后 忧郁叔带着闺女大雅妹 到镇上买香热灰的种子 大雅妹在附近的篮球场 跟小卷毛认识 这小卷毛对大雅妹是一见钟情 本来想在女神面前尝尝灯 可惜这球技实在烂得不行 大雅妹在往地下室搬箱子的时候 这鬼又出来吓唬人 这姐们长这么大 哪见过这玩意儿 当时就被吓尿 忧郁叔在卸货的时候 被一群乌鸦给铲上 这群鸟把忧郁叔欺负的是 节节败退十分的狼狈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正在找活干的胡子叔突然出现 胡子叔一出手 把这些乌鸦全给捡走 忧郁叔说你也甭瞎球转 干脆跟着我干得了 虽然在收割前我给不了你工资 但可以管你一天三顿饭 有了胡子叔这个得力的帮手 忧郁叔的向上回长势非常亮 眼瞅着叫大风收 转过天 忧郁叔在干农活的时候 不小心伤到了手 夫妻俩开着车上医院 家里就剩下了胡子叔和大姐妹姐弟俩 鬼一看大人都走了 就开始出来吓唬小孩了 他们首先把屋里折腾的是鸡飞狗跳 然后又给大姐妹设下了一圈套 可把大姐妹给吓尿 最后在胡子叔的帮助下 姐弟俩才从房间里逃了出来 忧郁叔和冷战士从医院回到家 发现门口居然停着警车 可把夫妻俩吓唬 警察说是你闺女报告警 说你们家闹鬼 可我们都找遍了 什么也没发现 大眼妹说咱家真的是幽鬼 我可没开玩笑 当时真的把我给吓尿 冷战婶说你傻跟我来这 什么鬼呀是了 全是吓唬闹 忧郁叔说 你要是想用这种办法离开这个地方 那你就打错算吧 你现在已经是农民了 好好种地哪儿不想去 到了后晚夜 鬼又开始出来吓溜了 虽然跟小邓太确认了眼神 但跟大眼妹却全程无交流 为了搞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眼妹找小卷毛了解情况 大眼妹说 你有没有听说过 我们现在住的那种房子闹鬼呀 小卷毛说不信遥不传遥 不过据说 你们家的地下室里有猫腻 是个不祥之地 大眼妹回到家就来到地下室 鬼一看这是要来调查真相啊 那能干嘛 马上就使出了特殊手段 把大眼妹吓得是花着乱长 转过天 大眼妹在向日葵地里发现一鬼 哎呀 现在的鬼升级换代也太快了 这大白天都敢出来吓溜的 大眼妹一路跟踪着鬼来到了骨藏 在角落里看到了一小鬼 还没等他明白怎么回事 小鬼上去就是一个老汉帅船 直接就把他做梦圈了 很快大眼妹被送进了医院 一声说没啥大事 就是有点自己跟自己交信 在回家的途中 大眼妹说咱得赶快搬家呀 不然早晚得出事 忧郁叔说咱家穷的都快接不开锅了 拿什么单 不管大眼妹怎么解释 忧郁叔和冷戴者 根本就听不进去 大眼妹说这是个是非之地 再不走咱全有得个儿的屁 为了查明真相 大眼妹拿着地铁石剪刀的怀表 前往镇上的柱子上面 胡子叔正在地里干活的时候 突然一大去乌亚来袭 当时就把这哥们给盗蒙圈了 而冷戴婶这边刚把孩子给扶吹着 就看到一女鬼正冲她 呲牙咧嘴不停的傻笑 当时就把她吓叫 大眼妹和小雪猫来到柱子商店 不仅发现怀表里的照片 跟墙上的女人是同一个人 而且胡子叔也在其中 冷戴婶带着小正太 正打算撒自撩的时候 突然被胡子叔给拦住 原来这胡子叔 正是开头那位炮灰婶的老公 而炮灰婶娘仨 也正是被胡子叔给杀了 至于胡子叔 为什么要杀了自己的老婆孩子 影片里交代的不清 咱也不能瞎猜 还有那位银行的王大白 跟胡子叔也打过交道 他的身份也是莫名轻耀 不过种种迹象表达 这幢房子其实本身就是一鬼 当年胡子叔一家住进来之后 胡子叔在鬼魂的故活下 杀了老婆孩子 而他老婆孩子死了之后 阴魂不散 又开始跟忧郁叔一家倒乱 所以说这幢宅子里 至少住着两国鬼 而那个王大白 应该是个了解内情的人 但好良言难选该死鬼 他两次出高架 想买下这张房子 都被拒绝了 大眼妹和小卷毛刚回到家 小卷毛就被胡子叔给送供圈了 大眼妹吓得急往跑进了地下室 发现他妈咪冷淡时 和小正太也躲在这里面 胡子叔一看进不去 于是便举起九尺钉盘 开始盲盖 很快就把门砸了个稀巴烂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忧郁叔即使赶到 不过这哥们出现屁用名 纯粹就是给胡子叔连手 紧接着是冷淡婶和大眼妹 跟胡子叔的一场肉搏的 这胡子叔随便一划了 就把这娘娘给送趴去 胡子叔的老婆孩子一看 意识到不能让这孙子再满干 娘仨亲心合力 就把胡子叔拽下了地狱 可这胡子叔不甘心呢 想临死前把大眼妹 拽下去当个电门 影片的最后 忧郁叔和冷淡婶夫妻 亲心合力把自己的闺女给救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走汤诗家 买房先要看风水 不然买完准后 就算房子塌不了 以后难免撞进尾